不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我不是你唯一 也不可惜 欢迎光临 你好 请问孟杰在吗 你们这是 我叫齐济 这位是 我是海航旅游集团专员 是你们呢 我们是来还箱子的 稍等一会儿 这个是您的箱子 然后您的卡 谢谢 这个是您的卡 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谢谢 既然两位已经换回了 属于自己的电子支票 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谢谢你 辛苦了 谢谢你 不客气 这位小伙子 你要不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不用了 我拿完箱子就走了 你别客气 这是我的店 这是您的店 坐一会儿吧 我请你喝杯奶茶 好啊 来 请喝奶茶 谢谢 您先坐一会儿 我去拿你的行李 好 快 快 我都在外面展开了 把人家东西收拾好 笔记本电脑的 在这儿吓死我了 对上有了 是吧 你给我拿到他的行李 你 甚至是 你给你们拿到的 我给你们拿到的 你拿到的 那一学什么 你拿到的 不用了 照相机里是你女朋友吧 是啊 不好意思 我打开过箱子 想找你的联系方式 可最终还是没找到 没关系 你有跟你很般配 祝你们幸福 谢谢 那我先走了 好 好 拜拜 麻烦你啊 打开了 看着你默默哭泣 才慢慢回忆 还是没勇气 和你临近里 在朋友的领域 才好说关系 第一次 想抱着你 不忍你伤心 告诉你 我比他更爱你 深爱你 能不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我不是你会 小心 小心 那不错 快点 不要 不要 别再问我了 你过来 别说 怎么拍出来特好看呢 不行 你把我开瘦了呢 开瘦点 去哪儿啊 给你开 你给我开 来 开我啊 快点 快点 你要快什么样呢 你特别帅气腿太长了 挺帅的啊 你摆个造型啊 你近一点 我要拍腿 不是 你再近一点 你把穿了吗 你把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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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好好 不动 好 好 倉天大地啊 这个女人要活埋起伏了 闭嘴 这么说话 有没有人管管 我比他更爱力 闭着眼睛呢 闭着眼睛为什么呀 闭着眼睛就安安心心地睡在这啊 闭着眼睛就安安心心地睡在这啊 你别说这么躺还挺舒服 闭着眼睛 你以后呢每一年的今天就到这儿来还你 这样 马上就要埋到头了 临终之前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呀 这个 说呀 我爱你 除了这句之外呢 还有一句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谁呀 我爱宋婉天 能不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我不是你唯一 别放弃 我懂得珍惜 只要你愿意 能不能和你在一起 我相信爱会有积极 全世界只要和你一起 就算失去自己 也不可惜 姐夫 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呢 都愣神了 没什么 郑丽啊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家那个保温筒啊 没有啊 妈 你是不是上厨子里了 要不你再好好找找看 我找过了 没找到啊 向东啊 你看见了吗 没有啊 我也没看见 这就奇怪了 早上的汤都没有了 你一个人喝完了 对对对 妈 您这汤啊 烧得太好喝了 我一下没忍住都给喝了 真的吗 你去哪儿啊 我去当洗手间 好 衣品 好了好了好了 快出来了别弄了啊 来啦 来啦 你看 漂不漂亮 漂不漂亮 还真是挺漂亮的 它不单是漂亮 还美容哪 不单只是美容 还美白哪 不单只是美白 还瘦身哪 不单只是瘦身 还童变哪 你怎么做出来的 这可是我们马氏秘制的 彩虹果汁 我不会告诉你怎么做的 你什么时候想喝 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来给你做呀 那怎么好意思呢 怎么不好意思啊 咱们是老同学 老朋友 还是发小 好朋友嘛 我老公还在你老公公司上班 那是多大的缘分哪 是不是 反正我乐意给你做呀 喝吧 喝吧 很好喝的啊 你叹气啦 怎么回事啊 你为什么要叹气啊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啊 我有什么烦心事呢 没有 也是啊 像你们这种有钱的太太嘛 时间都花来享受生活 还哪有时间去叹气呢 不像我们这种苦命人哪 生命就剩下一声叹息了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你们郑文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对我好不是靠嘴巴说的 我们的人生 就像俄罗斯方块一样 你根本没法预计下一步怎么样 要是一步走错了 值钱的就会前功尽弃了 像他这种人哪 他就是目光短浅 不思进取 等吃等死等拉 我还指望他什么呀 好了好了 我跟小七他爸已经说好了 说什么啊 说什么 他们公司这期竞聘 提拔朕了 真的呀 过几天就有消息了啊 好了好了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爱你 我一辈子都爱你 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问题是我已经做了 最坏的打算了 要是郑文提不上去的话呢 我打算让他辞职 让他去做小贩 咱们呢 买鸡 卖鱼 卖菜 卖虾 就你这个样子 卖鸡 卖鱼 卖虾 能行吗 不行也得行啊 但是有你这个朋友啊 什么事情 都没有问题 你都会帮我解决的 你太好了 人太美 你大方 又漂亮 好了 又来这一套了 我们多年的老同学 我还不了解你 你这个人哪 好同学 哎 电话响了 喂 是我 你爸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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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来 你早点给我打电话 把我赶的呀 我是来收钱的 不是说好一家出一万的吗 都过去这么多天里 一点动静都没有 嗯 我只好上门来说 什么 爸 我们家就只有这些压货 您凑合吃吧 鲜鲜的 我不吃 拿回去卖吧 爸 吃点吧 小吃的一个心意 我是来收钱的 爷爷 咋咋回来了 哎 放学了 妈 英语班的老师说 明天一定要交这个月的补习费了 再不交就不让我上课了 爸 您看这新仔的补习费都交不起了 哪还有一万块钱呀 正吴也是个下岗工人 这个家 就靠我一个人卖点压货过日子 您就别围纳我们了 爸 是不是箱子拿回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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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也不拿出来 哎 一副喜喜 喂 喂 喂 请问是哪一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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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ırdison 喂 喂 叶子 喂 喂 我邓秦 我也讲了 好 呢 我刚接完 儿子 我把你箱子给打开了 想帮你收拾的 你看看 你需要的东西都拿出来 有脏衣服啊 妈妈帮你洗 好 儿子 你箱子拿回来了是吧 是什么样的人啊 那么糊涂 连箱子都搞错了 是个阿姨 年纪呢跟您差不多 还开了个咖啡馆 开的咖啡馆 叫什么 在哪儿啊 妈妈是想有机会的话 去照顾照顾她的生意 在洪山街那边 叫幸福咖啡馆 洪山街幸福咖啡馆 妈 您可真善良 找死人 放松 帽老板 好久不见到 那儿 早上才见得 正所谓早晨以后不见 那是如鸽三丘啊 干什么呀你这是 扫地 为什么是我扫啊 你们家门口不扫的吗 孟老板 你是不是得抑郁症啊 你说什么 这个抑郁症啊 一般都是下午要比上午 来得更猛烈一些 什么意思 是啊 要不你怎么解释 上午下午对我的态度 那种反差是如此之大 对吧 跟变了个人一样 我问你 早上那个汤是你放着的吗 好 汤啊 那个 那个 我早上跟你说细细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不是 我以为多大个事呢 咱们不就这么点事吗 那再说了 我也没说是我送给你的 对吧 我最讨厌撒谎的人 你看起来 我出去说 黄正总 你是不是更年期犯了你 你再说 讨厌 梦姐真的是这儿的老板 看来是打算在国内长期待下去了 莫老板 扫地哪儿 来 我帮你扫 来 我帮你扫 安大哥 我倒是要问问清楚了 今天早上那个仓是你放着的吗 你 你知道了啊 你丈母娘都知道了 她 她也知道了 她没告诉你吗 没有啊 在我这儿 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 她都说什么了 她说我勾引你 让我不要再见你了 对不起啊 骂了我很久呢 准备无故的冤枉好人 这不委屈死我吗 孟老板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 昨天晚上一直陪着我安慰我 我为了表示感谢 就给你送了一些豌豆苗汤 哪知道给你惹这么多麻烦 真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你丈母娘还说了 说每天到我地里来监督我 看我有没有跟你在一起 那什么 我在这儿先贴我丈母娘 跟你道个歉 算了 算了 我也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 说开了就好了 你就放心 回去以后 我会跟她解释清楚的 对了 你女儿怎么样了 没什么进展 像这种病 想要恢复起来 肯定需要一段时间 对了 这件事情 别跟别人说啊 特别是我们家里人 我怕他们知道了 会受不了的 可是 总得告诉你老婆吧 她是孩子妈妈 那个 没关系 我找时间会跟她说的 来来来 我帮你扫地啊 谢谢啊 是她老公吗 已经在婚了 她是骑人家 张靖子 你自己在眼前 就知道了 帮你帮你帮他 我帮你啊 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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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帮你 tierra 你就别插嘴 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妈 我去换件衣服 就来帮你们 马上 马上 是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知道 女婿就是女婿 别瞎管儿子嘛 管儿子 他不是我女婿啊 他是我儿子 我看你还真老糊涂 你还好意思说我老糊涂 你才老糊涂 我又怎么了 子女们都不富人 你还问他们要钱 你不是老糊涂 你是什么 我看你最后怎么收场 你也不懂 我有我的打算 你们不出钱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什么条件 你又不是没看到 付这点东西 拿不出一万块 你们说不给就不给啊 这次我不能同意啊 爸妈就是护着小儿子 不同意也没有办法 爸同意就行 那当初啊继承家产的时候 爸妈第一个想着的 还不是大儿子吗 什么时候有好事啊 想着我们家正午了 没有吧 你要是气不过 我们家这点东西都在这儿 你看着拿吧 好啊 拿 拿 拿 有什么能拿的啊 喂 你这样说 是说我爱财吗 你在侮辱我的人格 谁侮辱你的人格了 是你一直在这儿 胡搅蛮缠的好不好 我怎么就胡搅蛮缠了 别动我别生气 别生气 你怎么什么话都说 我怎么了 让我说一次还不行吗 你就是胡搅蛮缠 我人已经够久的了 你知道吗 我就要说 你就是爱财 怎么了 喂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说的话 你看我不顺眼 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对不对 好了 都别说了 说什么说 我就要说 我今天呢 就在这里跟你们说明白 你跟你 是高中同学 你们两个人结婚 就是他做的没人 你们两个人 就欺负我一个人 谁欺负的呢 还一起说话 还不是一起在欺负我啊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钱的是我家 出力的也是我们家 你俩出过什么 出过口水啊 呸 这样子啊 你们就说两句话 还不是站在我这边 替我说话 有两个钱了不起嘛 越有钱的人呢 就越空门 你戴这个眼界好几千吧 穿这一圈好几千吧 加起来一万多吧 你说对你来说算什么呀 犯得着让你啊 大老远 旁的我们这个小店在这儿 搭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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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弟妹啊拿不出一分钱 可怜地很啊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是什么心情啊 小青 你知道吧你知道吗 你知道吧你知道吗 你打我 嫂子 你打我 嫂子 救命啊 杀人啦 老婆 你还不回去说我这道歉 凭什么我道歉啊 你们梁家的事自己解决 再怎么说 你也不能说这种话啊 难道你不是梁家人吗 行了行了 你不是也要上课吗 快去吧 好了 跟我说先走 小心点 我问你 离婚这事 打算完到什么时候 经过大家慎重地投票 我们终于确定了 林氏集团总经理的人选 他就是 林天佑 谢谢 谢谢各位董事对我的信任 我下任之后呢 一定会带领我们林氏 走些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的业绩蒸蒸日上 让各位多一点分红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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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妈 谢谢您 跟妈何必说谢谢呢 你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了 凡事都要以大局为重 不可以再耍小孩子脾气 您放心 这些道理我都懂 妈 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瞧你 这一个总经理的位子 就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 这将来你还要做董事长 整个林氏集团都是你的 其实妈 我不太在意什么职位 我更在意的是 我终于完成圆圆对我的期望了 以后我会更加好好工作 一定不能辜负圆圆的 当然 更不能辜负妈了 是不是 妈 我有事要赶紧走了 你晚上叫王阿姨多烧几样菜 等我回家庆祝 你要去哪里啊 我 我 拜拜 陈律师 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有关于夫妻离婚 财产分配的问题 我 你不在意啊 你在意啊 去哪里啊 你你不在意啊 平常任何事 你去哪里啊 我就是这样 你可以认为是 你去哪里的 你呢 你去哪里啊 我 你想去哪里啊 你去哪里啊 你去哪里啊 不说我都没有面子啊 走吧啊 就当老朋友去去就 好啊 喂 现在吗 没关系 你走吧 好啊 那我现在过去 不好意思啊 下次吧 我请你 没关系 下次 我先走了 拜拜 你 什么事这么急 非今天不可 你那什么表情啊 又怎么了 你疯了 为什么骗我 为什么不告诉 我们两个的真实关系 真实关系 什么真实关系啊 不要再装了 你说什么真实关系 情人关系 我曾经背着我自己的丈夫 偷偷爱上你 你什么都知道 可是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说什么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再也不想说第二遍 我一直把你当成一个好人 可是没想到 你竟然另有企图 你以为你不说 我就永远不可能知道 是吗 你干什么去啊 我不想再听你胡说八道了 不敢面对了是吗 我真的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如果我不知道真相 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 你还要把我当傻子一样 骗到什么时候 真相 到底什么是真相 我真的不知道 你到底是真的疯了 还是你的病从来就没好过 我再勾 在我救你之前 我跟你是完全不相干的 两个人 你还不想承认是吗 承认 承认什么呀 承认那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吗 我现在真的怀疑 你到底是真的失忆了 还是从头到尾都在演戏 污蔑我是你的情夫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目的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真的不明白 我以前怎么会爱上你这种人 怎么会为了你这种人 背叛我自己的家庭 我婆婆告诉我的时候 我简直要疯了 我怎么会是这么恶心的人 什么 你婆婆跟你说的 是 我真的快被你给逼疯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自从我遇到你以后 竟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 你婆婆说的你就相信 我跟你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我真是没想到 我帮你竟然帮出这么多的麻烦事 我现在告诉你 就算再给我一次重新认识你的机会 我也根本不可能爱上你 我跟圆圆 准备要孩子了 我一定不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如果我是你 我恨不得赶紧找个地方钻进去 我告诉你啊 今天在我下班回到家之前 你给我搬家走人 不行 不能走 我不准你走 你看好了 你的好老婆 失忆了还不忘背叛你 你要这种女人干什么呀 好